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教室 我终于回来了 想死你们了 停更了一年多 不知道还有多少个人在这边 不知道你们真的有在学广东话的人 学的怎么样了 希望没有被我耽误吧 今天我想跟大家介绍的一首歌 就是我在21年的时候 已经听到了 当时是一个朋友介绍给我的 刚刚好像听到歌 好像在说话 真的好像在聊天 在说一个故事 然后听到几次 好像蛮有意思的 现在二三年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在听这首歌 这首歌叫做 意思就是 先这样吧 回头再说吧 那它是说什么的呢 主要就是像一个朋友聚会 或者是party这样的场景 时间差不多了 然后我想要走了 我就跟朋友说 好那我们现在先来听一下 然后我们每个每个片段 来跟大家分享一些里面的 粤语的用词 去片 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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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在粤语里面我们一般会把 先放在最后面 就有点倒装的感觉 像我们普通话说先走了 那粤语呢我们就说走 走 像后面一句也是 是这样先啦 就是先这样吧 我们想说先吃饭吧 就是吃饭先 吃饭先 还有一些其他的 就是倒装的情况 就是跟普通话不一样的 我们很常听到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很常听到 就是大家都不陌生的一句就是 你吃饭吧 那粤语呢 甚至就是 压死啦你 压死啦你 你看到这个你就是放在最后面 再比如说我们在比较的时候呢 我高过你 我高过你 就是我比你高 我肥过你 我肥过你 我比你胖 下次见啦 再见啦 是这样先啦 下次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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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下次见啦 那下是什么呢 我查了一下 它的用处就是 前面这个东西呢 是我们大家都有共识的 但是我 这么说出来 就是我想让你再确认一下 就有点像说 那我们下次再见 好吧 我们下次再见 一起见好吧 比方说有人想要说一些 祝福你的话 你就想要表示说 大家彼此彼此吧 我也祝你这样子 你就可以说 大家敢玩了哈 就是有一种 大家都这样啦 好吧 大家都这样 再见啦 下次见啦 有下次的话 见大家都喝到那么上下 那么上下 就是说差不多的意思 喝到那么上下 就是喝得差不多了 那比方说 我们跟朋友出去玩 去唱K什么的 可能爸妈打电话过来说 阿妞 玩到那么上下 准备回家了哈 那比如说 有人问你 最近混得怎么样啊 你就想说 就差不多吧 也没有说特别好 你就可以说 唉 都是那么上下 那这个那么上下呢 它其实还可以表示 是有那么两下子 是有一定的本事的 的意思 喂 有回到那么上下 没有回到那么上下 看下这标 就来没有尾班车了 准备起心 你们拉住我 说我喝不够 好像想和我死过 看下这标 就来没有尾班车了 就来 就来 就来没有尾班车了 快要没有尾班车了 就来 就是快要 就快 的意思 喂 我手机就来没电了 你有没有移动充吗 文文就来交了 你写成什么 说我喝不够 好像想和我死过 想和我死过 跟谁死过 就是跟谁拼命的意思 阿哥 我可不可以用你的帐号来玩 我不想玩这个游戏 玩可以 但是你够胆掉牌位的话 我跟你死过 准备起心 你们拉住我 说我喝不够 好像想和我死过 你们不明白我多争择N259 现在不走 非得都至少两个 你们不明白我多争择N259 N259 N259就是 应该是香港的一个 夜间的巴士的线路吧 我不知道 香港人可以comment一下 反正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在说 就是可能坐公车 或者是坐自乘车 我们会说 搭巴士 搭的士 那搭巴士 坐巴士 搭的士 坐自乘车 搭地铁 坐地铁 搭飞机 坐飞机 哎 你准备怎么去香港 搭车 搭船 还是搭大巴 哦 我打算搭高铁 你们不明白我多争择N259 现在不走 非得都至少两个 要便宜 就要落 旺角转小巴走 但是这些东西 我怎会说出口 喂呀 不是呀 喂 真的要走了 喂 喂 不是呀 喂 喂 真的要走了 喂 我发现呢 就是说广东话的人 很喜欢就是 喂 喂 就是你就是说话之前 想要就是引起别人注意 就是 Yo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就是那种那种感觉 不是呀 喂 真的要走了 喂 是 是兄弟 那 怎样 不好玩 不是好玩 但 都是要走的 我很喜欢这边 是 是兄弟 那怎样 不知道为什么很喜欢这边的这个节奏 那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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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点就是 怎样 所以我们就是 见到一个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的朋友了 那想问一下他最近怎样 可以说 喂 你最近怎样 那想跟朋友叙叙旧 想要约他出去吃饭 你就可以问他 怎样 想吃什么 再见啦 下次见啦 有下次的话 摔开点手 我冲落楼 走的时候 有 少少内疚 摔开点手 我冲落楼 摔开点手 摔这个字呢 就是 在做research 之前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写 摔呢 就是一个 摇摆 然后在甩的意思 那比如说 我们坐来着 摔一下手 摔一下脚 就是摔 甩一下他们 拍摔没了我 没敢分 啊 就是留着我的原因 啊 其实大家高兴才是最紧要 我应该回去陪他们到明天 喂 是啊 我回来了 是啊 喂 有没有挂着我啊 喂 是啊 我们先喝杯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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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回头 就是转个头的时间 转头心 啊 等一下先吧 你也可以说 等正心 等一下再说吧 转头心 等正心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也是把先放在了最后面 就是先这样吧 比方说 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电视节目 他们在去广告之前呢 主持人就会说 不要走开 转头回来更精彩 比方说你分手以后 你的前任想跟你复合 那你就要非常坚定的跟他说 不好意思啊 我们回不了回头了 叮 複杂时间 走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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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先啦 是这样先啦 下次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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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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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 按下 就来 跟我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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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 搭 搭巴士 如何呀 最近如何呀 搭 搭 转头鲜 转头鲜 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大家听多几次以后呢 下次就知道怎么样跟说语语的朋友去道别了 就可以直接跟他说 走心啦 不断心啦 下次再玩啦 OK那今天的悠悠小教师就先到这里啦 大家可以评论一下想要我下一期说什么样的内容 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 我们下一期再见啦 拜拜